大家好 这一课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广告效果剧类分析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案例 那数据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吧 这个所有的数据呢是在这个文件里面的 是一个txt的文件 然后呢它的分格符呢是一个斜杠T这样的一个分格符 那我们看前五行数据我们就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了 这里是最后的五行这里是后五行数据 那它总共呢总共有这个888条数据 然后呢这里是它后面的五行 那这里是它的每一行呢它的特征 它的特征呢包括这个渠道的编号就是广告渠道编号 然后广告的这些呢是广告的效果就是它这个广告做完之后呢 这个日均的这个UV就是用户的这个浏览量 然后这个平均的注册率用户的这个搜索量 然后访问深度是指的是这个用户的访问的这个网页的数量 还有平均停留时间是多少秒 订单的转化率 投放了总时间 那后面这里是广告的类型 后面这里是广告的素材 广告的这个类型 广告合作方式 广告的尺寸 以及广告的卖点 那就相当于是不同的广告呢 它可能会得到不同的效果 那前面这些数据呢 前面这些数字类型的数据呢 它就是广告的效果 后面这些 呃 类别型的这个数据呢 相当于就是 后面这些呢 相当于是就是广告的类型 那我们根据这个 我们根据这里的一些数据呢 我们给这个广告呢 做一下这个聚类分析 好 首先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这些数据里面呢 读数据 然后说数据里面呢 有没有这个空值 然后这里是 呃 判断是否是空值 然后呢做一个累加 然后这里可以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呃 在这里这个平均停留时间 这里呢有两个空值 就是平均平均停留时间 这一类数据里面呢 有两个空值 其他的数据呢都没有空值 好所以说 对于这个数据来说呢 我们需要做一下这个空值的填充 呃 这个describe 呃后面这个呢 相当于是 呃保留它的三位小数 那这里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数据 呃 包括一些 呃 就是 呃 describe呢 它显示的这个数据呢 就是默认的情况下呢 是数值类型的数据 它把所有的数值类型的数据都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呃 数据的数量 呃 一共有一共是有这个 889个数据 然后这里平均填留时间呢 少了两个 有两个空值 那这里是数据的平均值 这里是数据的标准差 数据的最小值 最大值 嗯 还有它的这个 百分之 从小 从这个 从小到大做一个排序之后呢 然后 第25%的位置的数值 第50%的位置 第75%位置的数值 那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结果呢 大概看一下 大概能看出一些它的 数值的一些特点 啊 这个大概看一下就可以 那再往下呢 这里我们可以 可以画一个这个热力图 来表示 这个 两个变量之间的 这个相关系数 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相关系数 然后用热力图的方式 给展现出来 嗯 啊 那它这里呢 颜色比较深的呢 就是 它相关系数的数值 取值范围呢 是-1到1之间 颜色比较深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 这两个 数值呢 就是正相关 啊 如果是这个偏向于蓝黑色的呢 它就是 负相关 如果是白色附近呢 它它们这两个数据呢 就是 不相关 啊 那我们主要看这个 呃 接近于1或者接近于负1的这个数据 嗯 这样 呃 就是相关系数为1或者是负1的这个数据呢 它有比较 强的这个正相关 或者是负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比较 值得我们注意 呃 那这里最大的这个 呃 这这些1就不用看了 1是对角线上的数值 那两 两个相同的变量 呃 它们的这个相关系数呢 就是1 那 除了这个1以外呢 呃 它这里最大的就是这个0.72 0.72呢 是这个访问深度 和这个呃 平均停留时间 这两个 就是平均停留时间和访问深度 这两个特征呢 它们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 那也就是说这个平均停留时间越长 那它的访问深度呢 就越深 或者是访问深度越深 这个平均停留时间也就越长 那这个呢 其实也比较好理解 那就是你在这个网页上面呢 你停留的时间越长 那你看的这个网页的数量可能也就越多 或者是你看的网页越多 那你要花的时间可能也就越长 所以说它们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呃 其他的呢 这个其他的数据的相关性呢 就没有这么强了 嗯 就就只有这个相关性是属于这个比较强的这个相关性 好 那下面这里呢 我们对这个出这个缺失值呢 做一个停充 呃 停充方式呢 就是这里我们获取到这个平均停留时间的数据 那获取到之后呢 我们呃 呃 停充这个空值 用这个方法来停充空值 停充的空值的内容呢 就也就是这个平均停留时间的这个平均值 我们把这个平均值呢 停充到它的空值里面 停充完之后呢 我们再复制到它原来的数据这里 那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停充 呃 空值的一个停充 空值的一个停充 好 这样向这里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处理 呃 因为呢 它有一些这个特征呢 是类别型的数据 就是它后面的这几个特征 呃 这个 素材的类型 广告类型 还有合作方式 广告尺寸 广告卖点 那这几个数据呢 它是属于呃 类别型的数据 那它这个类别型的数据呢 我们需要把它呃 做一下这个处理 呃 这个渠道代这个渠道代号呢 它也是类别型的数据 只不过呢 这个渠道代号太多了 它这里有很多个代号 呃 就是相当于几乎就是呃 每一个数据呢 都有一个不同的代号 呃 呃 那这样的话就其实这个数据呢 它就不太好分析 所以说我们呃 做建模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不分析这个数据的 我们会把这个数据给去掉 那它后面这些数据呢 它是类别型的数据 但是呢 它还是它类别数量不是特别多 它每每 这里的每一个特征呢 都是有几个类别 那它还是可以呃 做这个分析的 呃 然后这个类别型的数据呢 我们可以观察 观察这个数据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呃 这个类别型的数据呢 它是呃 没有什么这个 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排序关系的 没有什么序列关系的 呃 就是就说 呃 我们需要把这个类别型的数据呢 转换为这个呃 数值的类型 因为数值类型呢 才能做这个建模分析 那比如说 有一些数值类型呢 我们是可以把它呃 有一些这个类别型的数据呢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为数值 它可以做一个排序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工作的这个时间 比如说这里工作时间是一年 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 呃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 比如说这个一年我们就把它变成一 两年就变成二 三年变成三 四年变成四 我们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 变成一个 具有这个呃 数值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型的数据 那我还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呃 一个比如比如说某一个级别 级别这个级别的这个编号呢 是ABCD ABCD四个编号 那这样的话 它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个排序的 相当于是A级别 你可以认为它是最大或者是或者是最小 比如说A41 B42 C43 D44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可以把这个类别型的数据呢 转化成这个具有这个呃 大小顺序的这样的一个数值类型的数据 但是这些数据呢 你是不能对它做这个排序的 比如说这个SWF和这个GIF 那哪一个是一哪一个是二呢 那这样的这样的话 你是很难做这样的一个排序的 或者是这个通栏和这个暂停 哪一个是一哪一个是二呢 你也是很难区分的 那像这种呃 没有这个没有一个排类顺序的这样的一个数值类型的 没有一个排序顺序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型的数据呢 没有一个排序顺序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型的数据呢 我们通常的方式处理方式呢 我们通常的方式处理方式呢 就把它转化为这个 呃 Wenthart这样的一个编码 把它转成这个读二编码 把它转成这个读二编码 好 那读二编码的这个方式呢 大概举一下例子 比如说这个 嗯 比如说这个打折和这个直降吧 比如说它的它的这个广告的 这个广告的这个卖点 一个是 这个打折 还有一个是直降 嗯 嗯 我还可以再想一想 我打折直降 呃 一般还有什么 一般还有 比如说那个 这个正品 可能你买一个东西又 又又又又赠送其他的东西 好 假设呢这里有三种这个 呃有三种这个广告的卖点 然后的这三种卖点呢 呃 他们是没有一定的这个排列关系的 就是到底是打折排在前面 还是正品排在前面 这个是不好不好缺点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个读二编码 啊 变成读二编码的话 比如说这个打折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这个 100 啊 然后这个直降呢 我们把它变成010 正品呢 我们把它变成001 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用 用 100表示打折 010表示直降 001表示这个正品 啊就是把它变成这种 呃 读二编码表达的这种形式 那其他的数字呢 其他的这个特征呢 也是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好 那这一步的话就相当于是把 把这些类别型的数据呢 我们都把它变成这个 先把它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都把它变成这个读二编码 嗯 然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数据给 这个JOP把它给去除掉 把它这个 这这几列数据 从原来的数据里面呢 给去除掉 去除掉之后呢 我们保存到这个DF2这里 然后下面这里呢 再做一个合并 就是相当于是去除掉这些原始的数据之后呢 我们再跟这个转化为 这个读二编码的这个数据之后呢 读二编码这个数据呢 做一个合并 合并完之后呢 再保存到这个DF2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 看一下这个DF2 它的最后的五个数据 点T呢相当于做一个转制 这个转制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它的特征呢 就在在行这里 那它的数据呢 是在它的列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前面的这几行呢 是它的原始的这个数据的这个特征 那后面这些呢 是转了这个读二编码的数据的特征 那这个素材的类型 它这里有这几种 有四种 好 这里广告的类型呢 有这么有这么几种 然后合作方式呢 有这些 那广告的尺寸呢 有有这些不同的类型 这里是广告的卖点 有这么几种 然后这里是 另方向的这里 这里是代表五个数据 那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884这个数据 第884条数据 它的素材类型呢 是这个SWF 那因为这几个 我们可以观察这几个位置 那在这个SWF这个位置呢 它是1 那其他的这个素材类型呢 都是0 说明它的这个素材类型是SWF 比如说它的这个广告的卖点呢 它在这个打折这里是1 那说明它是属于这个打折 那这里是广告的尺寸 广告尺寸呢 是在900乘以120 这里是1 所以说它的广告尺寸呢 应该是900乘以120 这样这样的话 我们是把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这种类别型的数据呢 都转换成了这种独特编码的形式来表达 转换完之后呢 这个数据它的特征呢 就变得比原来要多了一些 好 那再往下呢 我们看一下 再往下这里呢 我们获取这个类别型的这个 类别型的这个 获取这个数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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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类数呢 我们取它第一列到第八列 第一列开始 就是也就是渠道编号不要 这里是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第四列 第五列第六列第七列 渠道这里 从1到8 那也就是其实就是1234567 就从第一列渠道第七列 渠道这个位置 那也就是它原来的数值类型的数据 渠道它原来的数值类型的数据呢 我们再给它做一个皈依化啊 把它把它变成这个0到1之间的这个数值 然后呢再把它保存回去 那保存到原来的位置 然后这里呢 我们再 这里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再把它保存为这个 把它改个名字保存为这个X 好然后下面呢 这里我们用走步法则 然后的话我们取不同的K值 从2到10 取不同的K值来构建这个模型 然后呢 画出一下 画出一这样的一个曲线出来 观察这个曲线呢 它也这个走步呢 也不算是特别明显 但是呢在4的这个位置呢 好像感觉好像还稍微好一些 大概在4的这个位置 那4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类别吧 就是相当于是取四个类别 4个类别 比较分析起来 我们感觉会比较简单一点 比如说 比如说你取这个 比如7这个位置 你可能感觉也可以 7个类别 但是类别太多了 好像又不太好分析 你取三个类别也可以 其实你取五个类别也可以 那这里我们取 4个类别 来做这个分析 可能会好一些 那这里呢我们K呢 就设置为4 然后呢再构建一个这个 这个4个G类的这样一个模型 下面这里呢 我们取取到所有的数 所有的标签 把它保存到一个新的一个列 这里 这个剧类的这一列 呃 再往下这里呢 是做一些这个统计 嗯 好那这里呢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啊这里就是 后这里就获取到这个DF这个数据 嗯 DF它数据里面的 呃 G类的这一列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 计算一下它的 获取到它的数值 数值的统计 啊 然后呢给它改一个名字 这里Green name改一个名字 啊把它原来的这个 呃 原来把它原来的这个名字呢 改成这个 呃 Count这个名字 给它改一个名字 然后下面这里呢 是计算它的这个 百分比 就是计算 每一个类别 它的它的这个统计的 呃 统计的这个数据的一个百分比 那这里呢 就是获取到它的这个 呃 每一个类别的 每一个类别的一个 数据的 数据的这个总量 然后呢 呃 下面这里 再除以它的一个 除以这个分母 分母这个位置呢 是就相当于是所有数据的一个总量 呃 然后后面这里呢 是保留两位小数 呃 那其实就是 呃 所有数据加起来应该是889个数据 相当于就是用这个 381 除以880角 用这个276 除以889 157 除以889 75 也是除以889 出完之后呢 应该是保留两位小数呢 应该得到这个百分比 后面这里相当于百分比 再把它得到的数据呢 再保存回 呃 它的这一列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百分比的这一类数据 然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 呃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一个data frame 啊 它它里面的这个前五行 前五 前几行 啊 默认是前五行 它这里呢 总共有四行 因为它总共是有四个巨类 啊 这里相当于是 第零个巨类有这么多数据 它手上的百分比 这里是 第二个巨类 它的数据量 然后它手上的这个百分比 呃 然后下面的话 我们可以画出一个柄图 这个柄图 啊 这个柄图就是 也是用来给我们看一下这个 啊 数据的一些分布的 数据这个巨类的一些分布情况 那我们这里是 这里是设置了 四个颜色 这里设置了四种颜色 然后 然后 这里是 设置这个分离 也就是 类别和类别之间呢 它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这个柄图这里 一块一块的这个 它是 它有这个分离的这个 呃 间隔 那这里相当于是 设置它的这个 类别和类别之间的 这个间隔的大小 那这里都设置为0.1 嗯 然后这里设置这个画图的 这个图像的大小 然后下面这里呢 就是画这个本图 啊 画这个本图的话 这里这里它画的内容呢 就是 前面这个data frame里面的 这个 嗯 这些数据 嗯 就是 对这些数据来画这个本图 呃 这里是设置这个分离的 这个 设置这个分离的这个 这个大小 那这里是它的标签 啊 标签呢 也就是这里的index linear 3 然后这里是颜色 也是这里设置的颜色 呃 后面这个呢 是计算它的这样的一个 嗯 计算它的一个 百分比的一个显示的方式 啊 就显示一个 一位小数点 然后呢 后面这两个百分之后 是代表这个 最后的这个百分之后的符号 啊 然后显示这个阴影 它这里有一点点这个阴影 啊 就这样 然后最后把这本图给做出来 就看到 嗯 这样的一个结果 啊 其实就是更加直观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类别 它所这样的比例是多少 嗯 嗯 然后再往下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 describe 它是看 看是可以 看到这些数字类型的一些 呃 数据的描述 然后这个describe 后面这个 这个include 呃 等于 等于这个 这里是一个大写的一个 大写的一个O 啊 大写的一个O 它的意思呢 就是表达这个 类别显示的数据 那这里是相当于是 显示出它类别显示的数据 那这里呢 它有有这几个类别显示的数据 第一个是渠道变化 第二个是 嗯 素材类型 然后广告类型 合作方式 广告尺寸和广告的卖点 那这里是 数据的统计 都是有889个数据 然后这里是代表 它的这个唯一值 啊 就说广告类型呢 有四个值 呃 素材类型有四个值 广告类型有六个值 合作方式有四种 广告尺寸有八种 广告卖点有六种 啊 top就是最多的 就最最多的那一个类别是哪一个 最多的那一个类别 这里是jpg 这里是不确定 这个cpc 这里是 六百层 就是 这里是打折 最后呢是它的这个 最多的这个类别 总共出现了多少次 那这个 就相当于jpg呢 出现了五百三十六次 这个广告类型 不确定的出现了六百五十四次 啊 然后这个广告卖点打折呢 出现了三百三十七次 就出现了最多的这样的一个 它的一个次数 好 好 那再往最后面这里 呃最后面这一部分呢 是呃 显示出 我们可以 我们先看一下底下这个表吧 最后面这里呢 是0 这里的023呢 是表示四个类型 因为我们具成四个类别嘛 而这里是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 呃 这四个类别 它的一些数 它的一些这个数据的特点 呃 这里是四个类别 每个类别有多少个数据 然后 它所占的这个百分比 然后这个 这个U 这个UV呢 就是相当于是 对它呃 类别里面的这个数据呢 做了一个UV 相当于是做了一个UV的平均值 这个 这对第0个类别来说 它UV的平均值是311 对于第1个类别来说 它的UV的平均值是598 嗯 这个这个是平均注册率的一个平均值 然后这个是搜索量 防问深度 停留时间 转化率 呃 广告播放时间 就是每一个类别的这些数据的一个 呃 每个巨类 巨完类之后呢 所有数据的一个平均值 然后下面的这一部分呢 是这个类别型的数据 类别型的这个数据 也就是广告的类型 广告素材类型 合作方式等等 那这些它的结果呢 其实是它的这个 呃 最大值 就是也就是 因为它是类别型的数据 它们它不能求这个平均值 它这里得到的结果呢 是 而类别型的数据里面的这个 呃 最 最长出现的这个类别 就出现了最多的这个类别 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得到了这一张表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这个程序 呃 这程序这里定了一个空的一个list 然后呢 这里循环四次 每一次循环呢 我们是 呃 根据它这个巨类 巨类的结果 我们获取到它的数据 嗯 比如比如说我们首先呢 先后先获取到 第0个类别的数据 获取完之后保存在这里 呃 然后首先的话 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再 再往下这里呢 是获取它的 所有的行 然后呢 第1到第8类的这个数据 也就是它数值类型的数据 获取到它数值类型的数据之后呢 我们调用这个describe 嗯 调用这个describe 就是可以获取到 呃 它的这个 这里的相当于数值类型的这个描述 啊 这保留三位小数 啊 然后 再往下这里呢 我们是 获取到它的 第一行 呃 第一行然后所有的列 我们看到第一行是什么 第一行 这里是第0行 这里是第一行 啊 第一行呢 其实也就是它的平均值 我们获取到 它 它的这个describe的第一行 也就是获取到它的这个 所有 所有特征的这个平均值 我们把它所有特征的平均值 获取出来 这里是所有特征的平均值 嗯 呃 然后再往下的话是获取这个 这个 制服穿类型的这个 就是获取这个 嗯 类别型数据的这个特征 类别型的数据的特征呢 它是从第八个位置到最后 到最后的一个数据 是属于就是后面这些类别型的这个数据 啊 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再调用这个describe 然后include all include all include all的话 就相当于是它会 呃 这个describe呢 它会显示所有的数据 包括这个数值类型的数据和类别 和这个类别类型的这个数据都会得到 那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获取它这里呢 再得到它的第二行 呃 然后呢 所有的列 我们看到这里 呃 这里的第二行呢 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 这地点行 呃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二行呢 就是呃 它出现的最多的这个类别 对于这个类别型数据来说 它出现的最多的这个类别是哪一个 就是我们获取到它出现的最多的这个类别 呃 获取完之后呢 再再往下这里呢 我们做一个数据的合并 呃 合并这里就是数值类型的均值 以及这个类别型数据 它出现的最多的这个类别 把它做一个合并 合并之后呢 我们再append到这个list里面 再保存到这个list里面 这里呢 总共循环4次 总共循环k次 呃 就是有多少个类别呢 这里就循环短次 循环k次 呃 循环完之后呢 我们这里 呃 再往下呢 再把这个list呢 变成一个dataflame 呃 呃 好 然后呢 再用前面的一个dataflame呢 跟这个dataflame呢 做一个组合 呃 前面的这个dataflame 我们再看一眼 也就是这一个 呃 也就是这一个结果 我们 我们在前面这个位置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dataflame 呃 他其实只有两个特征 也就是 就这四个类别的一个 这个数量的一个统计 以及百分比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dataflame呢 然后呢 再组合 再组合 这个位置计算得到了这个结果 嗯 呃 然后呢 再对他做一个 跟他根据他的这个index 做一个排序 呃 后面最后呢 再取取一个 这个转字 那就得到了下面的这一张表 啊 就是就是根据他的这个index 做排序 01234 那代表这个 0123 就代表这个四个类别 啊 然后这里这里呢 是他的 这里他是他的数值 这里是他百分比 这里是他的每一个类别 他的他的这个 一些类数值类型的数据 还有他的类别类型的这个数据 好 那观察这个表呢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这一些这个分析结果啊 我们直接看这个分析结果也可以 那我们首先呢 先分析 比如说我们先分析这个巨类0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特点 第0个巨类他的特点 那我们我们直接看 直接看我这些的就好了 呃 这个广告媒体呢 他在这个访问深度 平均停留时间 电带转换率 还有搜索搜索 呃 平均搜索量等 有量质量的特征上的表现都比较好 呃 除了这个注册转换率比较低以外呢 该渠道各个方面的都比较均衡 然后呢 他占到了百分之 我看一下 哎呦 我不对 我发现好像有点问题 可能我 我刚刚重新运行了一下这个程序 然后呢 这里他 他有点反过来了 呃 我我这一段描述呢 应该应该放到 这个类别1这里 巨类1这里 这段描述放在巨类1这里 好像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我们再重新看一下 呃 对于这个第0个巨类来说呢 他所占的这个比例 是43% 也就是他所占的比例 是最最大的一个比例 呃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UV UV表现呢是 就是比较 相对于其他的来说呢 UV表现比较差 平均的准 这个注册率呢 表现的一般 搜索量呢 这个其实也是一般 访问深度呢 其实也是一般 平均填流时间呢 也是比较差一点 订单转化率呢 也是一般 啊 那那也就是说 相当于是 对于第0个巨类的广告来说呢 他的各个方面的特征都不明显 也就是他的效果呢 比较中比较这个平庸 没有明显的这个 这个优势或者短板 其实他相当相当于比较 我觉得还是要差一点 但是这些比较一般的这个广告媒体呢 他占到了这个大部分 他占到了这个43%的情况 啊 就说其实对于第0个类别的这个广告来 第0个巨类的这个广告来说 啊 就大部分的广告呢 他都属于这个第0个巨类 第0个类别 那他们的表现呢 看起来好像都一般 就是各个方面的表现感觉都比较一般 啊 所以说这种类型的广告呢 那还是要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看 就是要不要 啊 投放啊 因为他投放的效果呢 可能也可能也是一般的效果 所以说还需要 要不要投放这些广告呢 还是要进一步的这个 在具体的评估吧 嗯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巨类1 巨类1的这个广告 巨类1的广告 他占比也是比较高的 占到31% 然后呢 他的UV呢 可能比这边要高一点 嗯 但是跟这边来比呢 好像也不算特别好 平均注册率呢 这个是一般的 收手量呢 好像好像会高一点 好像深度呢 也是不太明显 这个感觉也是一般 平均停留时间呢 也是一般 不过他订单转化率要高一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对于巨类1的这个广告来说呢 在这一些类型的这个广告来说呢 呃 他的表现呢 相对来说 比这个43%的这个这个巨类0来说呢 他的表现要稍微好一些 嗯 说明呢 这个对于巨类1的这个广告来说呢 他是 呃 规模也是比较大的 并且呢 综合效果呢 也算是比较好的 综合来说呢 比这个巨类0要好一些 然后呢 所占的这个比例呢 这个也比较大 好 这里要改一下 呃 不过这个类型的广告呢 他的短板是这个日均的UV和这个平均注射率 因为他日均UV和平均注射率呢 感觉都比较一般 就是呃 没有特别的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个类型的媒体 这类型的广告呢 没有办法给企业带来大量的流量 或者是新用户 但是呢 他有一个是比较高的 是这个订单转化率 他是这个所有广告里面最高的 所以说这一个类型的广告呢 他订单转化率比较高 适合有关这个订单转化的这个提升 啊 就说这个广告呢 这个一类型的广告呢 他对于这个拉星来说 对于这个带流量和这个用户拉星来说呢 效果 效果不太明显 但是对于这个订单的转化来说呢 是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你想 在比如说你想做 你想给这个企业的订单做一些提升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广告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巨类二 巨类二是占到8% 然后他的UV比较高 然后平均平均的这个注册率呢一般 收取量也一般 防御深度 还可以 比比较高一点 平均型的时间也比较高一点 然后电脑转化率是一般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 那这一类广告呢 他的 呃 渠道效果比较好 因为他的这个UV UV比较高 然后UV和用户停留时间很好 但是呢 他只占到了8%的这个流量的数量 就是 呃 就是 这个类别呢 他只占到所有广告的 所有广告的这个8% 其实就是 相当于是比较少的 呃 由于这个实力比较少 呃 不排除是因为个例 呃 导致广告效果 扩大 呃 可以 合理的增加 此 就是此类广告的这个投放 继续深入的测试其真实的效果 因为他这个广告 这些类型的广告呢 投放的比较少 呃 他的效果其实算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这个效果 呃 但是呢 他投的比较少 那我们也可能 可能也会怀疑 他是不是真的 真的 真实的效果有没有这么好呢 那 我们就是需要多 多对这样的一些广告 呃 看起来比较好的这个广告 但是呢 他所在比例比较少的这个广告呢 加大一下他的这个投放 嗯 就做更多的这样的广告来做一下这个 呃 测试 看是 看他这个广告是不是真的效果 呃 在大规模的这广告的测试下呢 还是还是可以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呃 最后的这个巨类3 他的占占比呢 是18%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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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千分之三 啊 那比比其他的都要 都要高很多 所以说这一类广告呢 他是比较适合这个引流和拉心的 就是你做了这个广告之后呢 会有比较不错的流量 并且呢会有很多新用户来注册 嗯 所以他是比较适合这个引流和拉心的这样的一个广告 呃 适合在这个大规模广告宣传和引流的时候使用 啊 那这样的话 通过这里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广告呢 应该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呃 一个特点 那经过这样的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就会知道 什么样类型的广告呢 他比较适合用在订单转化 什么样类型的广告呢 他是比较适合用在这个引流和拉心 什么样的广告呢 他可能表现会比较一般 那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呃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 对于广告的类型 不同的广告类型 他最后呢是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 啊 那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呃 有有这样的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投放广告的时候呢 我们就呃 就有一定的这个针对性 呃 就是为了完成某一个目的 我们就投放什么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广告 有这样的一个针对性呢 就可以得到呃 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广告投放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目的 预期的一个效果 好的 那这几课的话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这个比较好 可能一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这个比较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怎么会有到这些问题 呢 因为我们摆紧